我心裡是直接好像玩了火灘 第一期之後呢 就是因為我們第二天不吵 那天不吵很大 但我不敢拿出去 因為我很害怕任何人 在這裏面要再差 然後是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又害怕 因為我的聲音就說 你很害怕 不要吵啊 那天不吵 那邊突然停下來 我好像走到那裡 很像這樣 我馬上說很多人 我聽說 你和我的聲音很麻煩 其實我帶了一些 很麻煩的 很麻煩的 很麻煩的聲音 很麻煩的聲音 我帶了很麻煩 他們在那裡玩 很麻煩 他們有打 很麻煩的 很麻煩的 現在我們一路走 有一個男人 就走不走 我又不怕 走不走就不帶我走 另外我問了一個 路況 為止 為止 現在我們就很害怕 我們就跑到 一點點路出 回到下路的位置 的時候 去到燈爐 那站Skygum 正常的分鑊 正常的分鑊 現在我們一跑出來 就暗了一步 好痛 馬上暗了一步 拍到我多害怕 然後我們就很害怕 我們幾個人 就是大家看到 大家沒有遺憤的情況下 我們就走到那陸山 沒有再想 我們就一趟 雞 還有那些天 沒有禮物 我們就跑 我們就走到那陸山 很害怕 大家就一起 跟那陸山 走到那裡走 其實那些街 有三站 我們去到那裡 走到那裡 走到那裡 我們大約走了 起碼 五分鐘 走到那裡 走到五分鐘 然後才開始覺得 燈是正常的顏色 後來我們問 一些長輩 就說那些位置 應該是一年重的 那些位置 是 我們真的不應該 因為那裡 其實是東 那條路 被人從那裡笑 我們真的頑皮 又為了很想吃那隻雞 然後就走到那些位置 鬆軟了別人 但是 到了我們大家 那些小朋友 下山的時候 就問了 要不要